此外 安倍将于本月底出访俄罗斯 这也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第一次访俄 日媒报道 安倍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领导人的会谈中 将游说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能源开发 以及扩大日本企业对俄罗斯的投资问题上 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共识 为此 安倍此次可谓是协聚资访俄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计划向俄罗斯政府提供总额2000亿日元 约合12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以支持日本和俄罗斯的合资项目 同时 还有50多家日本跨国企业的负责人将随同安倍出访 安倍近三 这次访俄罗斯很多的媒体形容是给俄罗斯带去了一份大礼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从单纯的援助金的角度来看 那么2000亿日元的援助金根本算不上一个重金 但是关键在于 安倍近三 这次访俄罗斯带去了 大概是50多家的跨国企业的负责人 那么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我们知道俄罗斯它的能源和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俄罗斯整个国家的除了中工业之外的其他产业是非常不发达的 那么在这些方面非常需要跟日本之间加上这种合作关系 日媒还称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军事合作伙伴 中俄在对日的领土问题上也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 因此 安倍希望此次的俄罗斯之行能够通过对俄经济支援打破中俄之间的合作 此外 日俄争议岛屿的问题也是安倍访问俄罗斯的关键 日本政府认为 普京在日俄争议岛屿的问题上态度似乎比较柔和 曾提出归还二岛 因此也期望加强与普京的交往促成问题的解决 俄罗斯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他而言是有百利而为一地的 但是我更认为 安倍计在这次访俄的问题上 在领土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将进一步的升温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这次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摇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我个人还是比较疑惑的一种态度 但是可以说俄罗斯在保证与中国合作的前提下 那么与日本之间加强合作 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